今天想解答,各位网友不同时段都有一个问题,关于menu bar menu bar就是在这里,PC版就在这里,Mobile版就会有三画 按进去就会有很多menu,大家通常都会用menu来做一些分类 分类就是做Journal Store,Journal Store会有一堆分类 譬如这个同学想做时装,时装当然有很多不同款式 譬如有衣服,有裙裙,有些是T恤 问题首先第一个就是menu bar之下可不可以,这个之下又有一层 譬如蓝装的有可能运动衣服,运动衣服之下又有分不同的运动上衣,运动褲 在下面再分可以吗?答案最多都是三层 第一层man,第二层是运动装,sport,第三层是褲 T恤再分就没有了,最多三层,这个大家要留意 第二就是可能他会想有T恤,T恤是怎样做分类呢? 我通常教大家就是用menu的方法 待会我再给大家看,先讲个concept T恤就会有一个collection叫T恤 然后你把那件男装的T恤就放进去,就变成T恤 同样情况,女装的T恤,女装那件又放进去T恤 那问题就出现了,譬如现在这个情况,我这个T恤 按T恤,不单是showman的T恤 可能有woman的T恤 那怎样做呢?那怎样做呢? 那这里我今天就教大家的方法 其实讲出来是很简单的 那首先我们要先create一个collection 那怎样createcollection呢?那当然在product里面 product里面就是collection 那首先要分有四个category 因为它想分男装女装,那就是women和man 那women和man之下就有分man的T恤 和woman的T恤 那怎样的collection 应该都教过了,再讲一次 譬如这里这样,那这个是sert 那记得这里选menu,我自己觉得menu会好些 automatic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根据condition 譬如你的product tag是等于sert 譬如这里是sert 那你只要将product tag是sert的话呢 它自动就会放下去的 那同样情况你想做automatic都没有问题 譬如你create一个man,product tag叫man 那所有man的T恤 它就会放上collection 那都可以的,没问题 那这里呢,主要都是这么多 不过我通常就选menu的 因为我想哪件货拉下collection 就这样放下去就可以了 那这里选回你是哪个channel 通常我们一定有online store的channel 那放facebook可有可无 这个你可以不选都可以的 那save了 那你就会有一个sert的collection 那你就会看到这个sert 那好了,那我们做了这四个之后 那怎么做呢? 那你将product,譬如你的product 譬如我看看有没有product在里面先 譬如假设这个是一个 那这个 当这个产品是一个woman的t恤 那我们呢,就会怎么把它做回来呢? 就在collection那里 那你已经做好了了 你就选回woman的t恤 那就可以将这件产品 woman的t恤 style1 就放在collection 就是woman的t恤 那save了它 那同样情况,man的t恤 就是这样做 那当然你可以在这里加上 collection是man,是woman的 那因为它本身是女装的 那也可以 那这样也可以 那好了 那接着就讲个巧妙的地方 那manu bar怎么做呢? 那怎么不会说 一按t恤 就会显示男装、女装呢? 你就在largation那里 那主要呢 就是在这里 那我通常加个manu bar 就是这样加的 那我教大家最快的方法 通常你不用打个name 因为不用烦 不用打那么多东西 我们按了这里 选了你collection 比如我们现在要找woman的t恤 选了 那这个自动的name 就会和collection一起彈出来的 那我们现在的问题 就是我们不想它 那么长的 那就搞定 那变成呢 这个t恤 其实是拿着woman的t恤 这个collection 就不会拿着man的t恤 那这个就是个巧妙的地方 那你看我放在这里 那接着我当然就要开一个 collection 是woman 那你又选了wo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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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add 那这样呢 当然你又要 drag好位置 那这样 就是这样了 那其实时间关系 我这里已经做了了 那刚才就是man 这个t恤 其实呢 它实际上是man的t恤 这个collection 只不过抹走man 就不用那么长 那同样情况 woman这个呢 都是这样做的 这个t恤 实际上呢 只是 show woman的t恤 那所以呢 你这样就不会混乱了 你按t恤 就是manu bar那里按t恤 那些人呢 是不会拿了 女性的t恤 那好了 那就是这么简单的 那可能我们又说了 刚才说 三层架构是怎样呢 第一层是man 第二层是t恤 就不可以了 它只可以一层 两层三层 这个是shopify的限制 不过我自己又觉得 你又不需要太深的manu 如果太深的话呢 其实 又变了太详细 我觉得未必是好 你反而呢 留在这个search的功能 就做 你将你每件的product 加回适当的tag 那它就根据你的tag 就可以search 你对应的product 那就行了 不过我这个 我觉得新手来说 又不需要太多担心 因为你不需要做那么多product 成功的话 都是那一句 一件就已经成功了 不成功的话 你一百件都没用的 始终都是说 你的winning product 找的技巧 和你怎样做 你的marketing 才是最重要的一个技术 好了 那今天这条片 希望解答到 大部分朋友 关于manu bar的问题 如果有什么问题 欢迎留言 就知道吧 就这样吧 拜拜